你们别乱来 我可是朝廷命官 姐姐 没事吧 别动 别动 你们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 来呀 拿下带走 是 等会儿 你不是 老爷 这丫头不是跟那几个富商在一起的吗 怎么了 我总觉得那几个富商没那么简单 找另外一个 这个不错 免得解怀生殖 也行 兄弟们 把这个带走 是 快走 不行 姐姐 放开 姐姐 快走 李翔 快点 姐姐 姐姐 别喊了 现在没人能救的人 那边有好多人生 去看看 好 老实点 走 小妮子 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 这天是不是把我的兵给打了 你脾气还真是烈啊 不过爷就喜欢骑猎马 之前你不是说要来挖我的眼珠子吗 现在看来 只能是爷挖你的肉了 老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你们别乱来 我可是朝廷命官 主子 他敢轻薄一换 死有余辜 你见杀了的已经便宜他了 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自动手杀人 你 杀海朝廷命官 可是大罪 这样一来 很容易暴露 身分 杀了就杀了 想办法善后 这三更半叶的 你到处跑什么呀 喊你你也不硬 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 我 我是 晚上没吃饱饭 本来想 看看村里没有什么鸡 填饱一下肚子 结果找了一圈没有 就就遇上这个坏蛋了 饿死鬼投胎啊 天天就想着吃 除了是你还能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饿 你看看你这个妹妹 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臣妹从小生活艰苦 所以一有机会 就惦记那张嘴 让主子见效了 我知道 你们曾经都吃了不少苦 但现在跟了我 会保你们一世荣华富贵 再不受半点苦头 谢主子恩体 主子 光让我们两个不受苦 也不行啊 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不再受苦才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我的老大 虽然贪吃 但不贪心 更不自私 心里边天天装着天下百姓 真是我的粮食亦有啊 主子 主子 这怎么回事 不必慌张 先找个地方 把他埋了吧 这 来人呢 把他拖下去 这 这 快 主子 那个杨八总的尸体 我已经在外面买好了 同时奴才安排了人手 守住了各个路口 现在连这苍蝇 也不会再飞进来了 办得好 对了 再有人来打探消息的话 先不要杀掉 悄悄把他们拿下 找一个地方关押起来 到时候 他们也是人证之一 这 还有 这村子里边 剩下五户人家十一口人 但他们全都是老弱并餐 左图 挑几个可靠的人 去找一个安全僻景之地 务必在天亮之前 把他们全部转移 这 对了 他们都是老弱并餐 就把我那辆马车 我给他们 这 马三 我们走了 这 咱们也都准备一下 天一亮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院子 主子 这才三今天 你先回屋休息吧 等我们收拾好了以后 再叫你出来 好 明儿再赶一天的路 就能见到书舰了 到时候 肯定有很多事情 要等着我处理 所以啊 我是应该好好养养神了 那我给您点一炉安魂香吧 不然你睡不好 又该胡思乱想了 不容易了 会体贴人了 主子睡着了 主子睡着了 我 你 它的 是的 我也不强 主子本来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闻了你一个什么香 马上就睡着了 你说 到底给主子闻的是什么香 就是普通的安魂香 您放心吧 对身体无碍的 真的 真的 叔父 我怎么可能骗您啊 你就不要再叫我叔父了好不好 咱们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认亲 乙欢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不要对主子 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更不能想要去害他 否则连我都活不了了 哪有 我怎么可能害我多龙小弟呢 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害我多龙小弟的 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该相信 还是不该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 我伺候过三个主子 咱们现在的主子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 你不是说过要为什么 要为天下苍生 黎民百姓着想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就更不要想着 使什么坏心思 更不能害了主子 也不能连累我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 帮着敖拜 给皇上一直下毒 那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再说敖拜啊 也没有想害了主子 给主子下的药呢 主要是想 扰乱他的心神 让他不能豊朝政 可你们 我们要想害他 在宫里早就害他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叔父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说好了啊 我给康熙下的安魂箱的分量 很轻的 索额图在安排村民 很快就会回来 咱们得抓紧时间 你能确定 那姑娘就是舒安心吗 我看看 当然了 我生辰都对了 错不了 幸好 他被刘德昭的小舅子 给抢走了 否则 被索额图发现 那可就麻烦了 可他现在落在恶霸手里 不定后果怎么样呢 咱们得去救他 都什么时候了 你居然还想着去救舒婉欣 怎么敌有不分呢 六师傅 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他是无辜的 他威胁到咱们的大业 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你这话说得不对 六师傅 怎么不对了 我们替先帝报仇 光复大明 那才是大是大非 这些小事情 根本就不应计较 我 六师傅 易欢说得没错 舒婉欣必须得救 他从明珠谷逃出来以后 一直没有报官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想着悄悄和自己的心上人私奔 但眼下 他落在了刘德昭小舅子手里 为了自保 他很有可能说出自己的身份 刘德昭知道真相后 必定会上报朝廷 那样的话 倾城的身份也会暴露 可我们眼下怎么救呢 我们一不熟悉路线 又不知道他们把人抢到了何处 而且这天就要亮了 实在是来不及啊 这样吧 一会儿我装病 留下来和那些村民一起去休养 等你们走之后 我就会悄悄地去找舒婉欣 如果他没有暴露身份的话 那我就会把他救出来 并把他送到明珠谷 倘若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那我只能杀了他 和所有知情的人已决后患 六师傅 你不能这样 如果这样滥杀无辜的话 跟当年清君杀无辜的老百姓 有什么区别啊 欢儿 你怎么跟六师傅说话的 师傅 你别生气啊 一欢他就是这样 说话不知轻重 我看要不这样吧 如果这个舒婉欣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六师傅 就把那些知情人士杀了 留舒婉欣一条命 把他送回明珠谷就是了 是啊 六师傅 那些苟障人士的东西 本来就死有余辜 杀了也算是替天行道 但是舒婉欣是无辜的 我们不能伤害他 我看这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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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